那再来的话如果说我不希望 把这个-1放到这个清单里面去的话 当然应该如果当它 所以输入的顺序可能要变动一下 所以第一个我如果假设希望把这三行 做个调整的话要怎么写 比较可以避开刚刚这个问题 当然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不习惯用这样的写法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快有1冒号就可以 我们不要习惯习惯的写法这样 你把这三行Ctrl加斜线 先把CtrlC 我拿这三行来修改 那把它写到下面来 贴一样东西 上面这三行呢 我把它Ctrl加斜线 主要是两边可以比对一下 哪边差异 第一个的话呢 我可以把它画鱼帽 让它不断的输入 那输入部分的话呢 接下来 什么情况下 让它append 如果什么呢 如果那个 isgo里面的资料 不等于负一的话 不等于负一哦 这个情况的话 才能够怎么样 把资料 不过应该怎么 它要先输入嘛 所以下面这一行 应该放到if上面 先输入之后 再判断 它输入资料了 然后呢 什么情况能够放资料进来呢 就是当那个什么 这个insgo输入的资料呢 不等于负一的情况下 那我再把那个insgo的资料呢 把它放进来 那反之所以enter一下 反之else 所以这边可能会多一个叙述 else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insgo 那再来的话呢 else做什么 如果它 这个是不等于负一嘛 不等于负一 那如果相反的就是什么 等于负一 那如果等于负一做什么 就break out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会跳到append里面了 有没有 所以如果要避开什么 避开那个把负一输入进去的话 那可能多一个逻辑判断 会比较简单 所以这部分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这样试试看 这样会不会ok呢 比如说我随便再输入几个成绩 负一看看enter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呢 负一就不会被我们放进去了 ok 那如果负一没有放进来的话 那底下 你会发现 原来我这边都要把len减一的 其实减一就不用 所以你会发现 我那个之前的程式 为什么需要减一 因为它多一个负一在里面 所以变成len会多一个 那多一个的话把它剪掉 那底下的话 如果我要再 假设我已经ok了 我已经想说 那我应该没有问题了 里面假设我输入三个人 那就是三个人的资料 那我只需要怎么 把这三个人的资料呢 做加总输出就可以了 那可是我要怎么加总做输出啊 底下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我确定ok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 再来的话 我要输共几位学生 那怎么知道几位学生 很简单 你就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 用len 不用减一 特别说 不用减一 len这个函数呢 刮符里面呢 你就放scope 就是我们那个串列 那得到就是三 那可是三这个数字要跟 前后有文字串接的话 必须什么 把它转型 转stream 然后串接 那就会总共有 共有三位学生 ok 那要把那个成绩全部加总的话 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的话就是什么 用累加的 什么累加呢 你可以找 for i in range 那这边零度点 其实可以拿掉 零度点 那减一也可以拿掉 这边不要减一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今天呢 底下是三个 那所以这边len也会是三 那也就是说 零度点三嘛 意思是说 零一二三就停了 所以也是三次嘛 那零的话指的是这一个 所以这边说 这个 这边如果是 scope是三的话 那这个是零 一二停下来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呢 里面放零的话 那会得到八十九分 六十九 六十五 八十七 所以呢 利用这样的方式 分别把这里面的资料 一个一个的读到 scope里面来 然后呢 用total加等于 或者total等于 total加 这个scope 把它分别的加到 total里面去 那就会是总分了 OK 那这个是用回圈的方式来做 所以我同学说 老师那那个 e sale里面不是有 上盘数呢 那 tice里面有没有上盘数 其实是有 所以如果说假的吧 你要更简单的话 其实有个方法 怎么样呢 其实你只要怎么样 用个sum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不过前提 你就不能有负一 如果你有负一的话 会变成说被多减一了 这边的话如果说 total 假设我今天total 等于什么呢 你用sum 刮糊 然后把什么呢 把这个scope带进来就可以了 有点像把这几个分数呢 通通加总 写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理解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后面平均 那平均就是什么 把total除以什么呢 除以这个LEN 就是总共有几个学生不就好了 有没有 除以总共有几个学生 或除以三 或除以三 不固定 因为这个长度不固定 最后的话呢 本班的总成绩 total是总分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我一样加个大瓜 那如果说我今天里面要输出的是 没有小数点的 整数的话 那就冒号 加一个d就可以了 冒号d d的话就是整数的意思 OK 不过这个时候你记得 你total里面不能有小数点 如果你有小数点 就会失败 因为它这个d的容器 只能够放 没有小数点的数字 OK 然后 平均成绩就是什么 大瓜糊什么 还记得吧 这个可能要记得很熟 冒号 点2f 就是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好 那这样如果OK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 print score可以把它关掉了 我们就不要 不要让它print出来 把它执行一下 那一样呢 我大概就简单输入几个成绩 按1 大概是按-1 enter 就是帮我计算出来 总共有几个学生 然后总分多少 平均到小数点第二位 那就输出了 那如果说后面呢 我还想要增加最高分是几分 最低分是几分的话 那你可以用mini跟max 有没有 刚刚有嘛 这底下我看看 这边底下 最高分最低分呢 其实云端上也有 就是这个啦 最高分最低分 那你就再把它什么 再加到那个下方就可以了 最高分 那加的方法的话 特别是 就是什么 最高分 那我就不用串接了 我用豆点就好了 然后呢 把这个max外面呢 包在那个串列外面 scope 最高分就出来了 最低分就出来了 OK 所以基本上如果执行 它会把那个89分 帮你放过来 最低分45分 帮你放到这边来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不过 这边的练习 你会发现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如果你要用人工一个个输入 一个个敲 这也可以 只是说 大部分假如说另外的情况 如果呢 那个成绩 已经 被记录在某个档案 或某个资料库里面 那其实应该 最好干脆什么 这个成绩从外部 怎么样 直接读进来就好了 你就不用一个个 做人工输入 不然的话很多人 我觉得真的 职场上常常看到有人蛮妙的 明明那个资料已经在电脑里面 然后他还把它列印出来 那列印出来 重新再敲一遍进去 我想说 这次时间太多还怎么样 明明上面就有了 因为有的人真的 因为习惯那种纸本作业 他就觉得说 一定要把它列印出来才比较安全感 然后再把它敲进去一次 那也不是每天都做重复的事情 那你干脆什么 最好就是一次性 你如果输入的时候 直接电脑输入就好了 你不要 或者是说有人习惯用纸本 就请人家用纸本 纸本在那边写写 写完之后自己再回去 收集过来之后 再把它敲到电脑上去 像我刚才有给他一个平板 或给他一个 转后给他一个QR Code 有没有 QR Code扫进去 你帮我填 全部都你填 像你们问卷 我也是请你们全部自己填 为什么 因为你填绝对不会 我有错 我自己重打 可能我自己打的 还会比较容易出 而且我还要再 还要再一个功夫 那不是很花时间的事情 所以最好的话 同样的流程 不要做两次以上 而且最好就是说 所有东西都把它建到系统里面去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省掉很多力气 或者甚至什么 甚至说你如果装置 自动帮你记录就好了 像门禁的管制系统 有时候就是直接用一些摄影机 有没有 自动判断 有没有人的进出 你就什么 你也不用打卡了 反正你几点几分进来 他就是用辨识 然后你是谁 也许就照个像 那什么时候进来 他也许就会帮你的 进到公司的时间记下来 那你离开 你就也直接离开就好 那这样就可以省掉很多力气 所以现在很多地方都会利用一些 可能也许照相 也许其他的方法 可以快速完成一些事情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背后的话 如果是Python 可能用最多的 就是用这个所谓的串列 所以串列 有点是扮演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 OK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把它变化 变化成什么 如果我今天 不是一个个敲 而是直接读进来的话 那该怎么做 就好